请众观众朋友们 您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8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在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已经超越越战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战争 近来更是麻烦不断 今天又有三名驻阿富汗的北约军人在爆炸中阵亡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 是增兵还是撤军 阿富汗战争的出路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政府和国际事务系的马克·凯兹教授 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 和大家来探讨这些问题 那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 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08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拨打1087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另外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现场直播 即时扣印 关注国际局势 掌握国内动态 电视广播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客观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 即使大家谈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现场讨论 凯茨先生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您的邀请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说阿富汗战场 最近一段时间麻烦不断 首先是在6月份 奥巴马总统策划了 美国驻阿富汗的最高将领 迈克克里斯特尔将军的职务 然后改由彼得雷乌斯将军来接替 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 美国政府内部的有分歧 是不是预示着政策要改变 我觉得其实 彼得雷乌斯将军将会延续 迈克克里斯特尔将军的政策 因为迈克克里斯特尔将军本身的任命 也是奥巴马总统自己亲自做的 但是后来因为有一点真弱 关于他的一些言辞 他的言辞也不当 所以他被革职 当然这个其实 他的战略还是应该可以的 你刚才说这个战略 那么是不是预示着会要改变呢 还是要延续 我觉得这个战略应该不会改变 因为彼得雷乌斯其实本身呢 就是制定了 迈克克里斯特尔将军 所执行的这个战略 战略本身是同样的 但是在这里的问题呢 就是当地的形势非常的困难 提到这个形势困难 这个在七月份 美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 美军入侵阿富汗以来的最高数目 这一个月 那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还是说这个恐怖分子的势力 又有所加强 我觉得极端分子的确是势力加强 但是呢在这里 现在因为在阿富汗的美军呢 越来越多 他们的作战呢 也越来越多 那么作战越多呢 那么伤亡就越多 这也是非常不幸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呢是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 那么美军呢 可能不会在阿富汗一直待下去 但是他们现在尽可能的 希望能够做得更多 是不是说因为美军准备要撤军 所以这个反派分子觉得是一个可乘的之际 他们会卷土重来 对我觉得是这样 很明显 我们在伊拉克呢 要撤军 然后在阿富汗呢 要增加一些部队 因为奥巴马总统呢 说过他希望呢 能够在2011年中期的时候呢 逐渐从阿富汗撤军 这是去现在一年以后 那么很明显 塔利班呢 希望我们能够离开那里 但这里真正的问题呢 就是彼得雷乌斯将军 他所建议呢 就是要延迟撤军 大部分人当然说 我们总有一天要撤军 但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应该什么时候做 我觉得这里是关键之所在 那么再提到这个地区 巴基斯坦是美国这场战争 在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国 那么巴基斯坦在这场战争中 有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觉得他的确呢 是扮演了双重的一个角色 在911之前 他们是支持塔利班政府的 我觉得他们在911之后呢 还不太愿意改变立场 但是呢 还是改变了 那我觉得保护塔利班是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 他们最主要的关切呢 就是他们和印度的纷争 那么他们觉得可能支持塔利班 可能会对他们在印度的这个立场上 可能有所帮助 他们可能是这么认为 但是我不觉得这么认为 所以他们呢 一方面呢 继续容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他不会改变 所以我再去 我觉得阿富汗对于美国来讲 他的问题的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他是和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相联系的 但是我们却没有在巴基斯坦有驻军 那么美国政府也有情报说 巴基斯坦在这方面和这个恐怖组织啊 有关联 那么美国继续给巴基斯坦 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援助 那这样说这个钱是不是 反而落到了恐怖组织的手中呢 我觉得有一些的确可能会这样 当然谈到美国呢 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输送材料啊 一些军力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时候还需要付一些钱给塔利班 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 美国呢能够在阿富汗驻军的话呢 对于塔利班来讲还是有利可图的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巴基斯坦政府里面呢 有一些高层的官员认为支持塔利班 对他们是有利可图的话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 要打败塔利班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也有人说巴基斯坦在这场战争中 确实给美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他们也逮捕了一些恐怖分子 也给美国提供这个军事基地 那您对这个是怎么看 巴基斯坦有没有对美国起到帮助的作用 我觉得他们当然符合他们利益的时候 他们就会帮助美国 但是呢如果他们觉得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就会不会帮助美国 他们在这里呢所做的是非常微妙的一种游戏 并不是直来直往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在巴基斯坦呢是非常复杂的 它有不同的部落 它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国家 是人为华分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们的共性呢就是伊斯兰 那么他们呢在克什米尔 在阿富汗 在新疆 这些其他地方呢也是伊斯兰的地方 他们并不支持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支持他们 这是他们的核心的 他们的这个身份的这个核心 所以呢对于任何的这个巴基斯坦政府 如果要阻止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 他的这个主要成分 巴基斯坦主要的这个民族成分 97%大概都是伊斯兰 那么确实这个对巴基斯坦政府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那巴基斯坦要支持美国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民族的 加上整个大谷子 然后也就是很大的 其他人的 这些东西呢